我发了呀 茶队被IG碾压了 所有们 我就听大家的意思呀 既然发了这个投票 尊重啊 尊重投票结果 看IG打T1 上一轮IG赢了 上一轮看到了结尾 飞飞超神 十杀零十六助攻 水人 最后来的一个UnterQ 差一点抱着 既然看IG这一场就不要喷了 第一场也看了茶队 然后第二场就说投票 投票结果的话是大家都说要看IG打T1 我就切了IG打T1 那就不要乱喷了 吃完了 也是宝格也在吃 吃完了 一某也得来个男猫咧 紫猫 顶着卡卡的LINE 选男猫 自信了 这他妈的 腰好吗 只能说 紫猫或者火猫 一某应该会来一个 下一手吧 这一手可以先补一个E3 把主播看茶队也有人喷 主播看IG也有人喷 主播没办法了 只能把那些乱喷的给杀了啊 所有们 投票也是你们投的啊 这把 把猫点了吧 感觉 点猫的话 我建议他拿紫猫 建议拿紫猫 我猫 把猫点了 猫王啊 就是团战有点弱 是有点没有T1扎实 T1的阵容也太扎实了 T1现在只缺一个大后 感觉 主要是动物有点不好 大哥拿少 得拿个尾盒啊 不能拿大盒啊 能打架的盒 优鬼打Nuna 我记得可以啊 这把 但是优鬼太拖了 但是打潮汐啊 雕哥 太拖了 优鬼打潮汐好吗 优鬼是破老太婆和Nuna的 跟自己的阵容不太搭 他是要选尾盒 10年 拿那种 好打潮汐的呀 打 飞机啊 蚂蚁 蚂蚁还可以 五个人蚂蚁大圣不懂还可以 要选线上墙的 大圣可以好吧 大圣是可以的 我也觉得大圣是可以 大圣挺好的 这把一定要讲究线上 我觉得爱记 爱记的线上一定要 不然你线上不强 选了末日加火猫后期能力就很强了 选个尾盒 剑圣也可以 对 剑圣也可以 剑圣也蛮好的 真的 剑圣 雅包顿 曹西老太婆 老太婆也蛮好用的 剑圣 老太婆应该是个试吧 选剑圣 他可以带线 无解 带线 他们抓不了 其实拍拍熊好 这一把我感觉 拍拍熊挺好的 这边是这种有点怕拍拍熊 拍拍熊 发现你跑不做好吧 半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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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半TB也没问题 中后期比Luna厉害 就剑圣拍拍这种感觉 拍拍打Luna也是随便吊打 上次拍拍球和其他相机 的蚂蚁不错 remarade 蚂蚁不错 巨模 假如一个线上 这就是 他这把可以出散失 我觉得这把巨模可以出散失 我感觉他会出电锤 就乃哥哥那种 先搞个标枪 他这把王后打已经 他肯定是标枪呀 这两个盒子比较偏刷的 他出闪失 他线上就打那个潮汐打不太动 如果先买标枪的话 很好打动他 标枪是可以杀潮汐的 然后容错率高一点 出那个 标枪就偏刷一点 但是IG的阵容总感觉 控制有点少 他们是团战有点打不过 团战有点打不过 技能不多好吧 技能只能靠一个浪 这个巨魔能在三四分钟挪个标枪 打潮汐很好打 这把的关键点 IG这把的关键点就是压好这个潮汐 如果潮汐无解肥 IG很难打 把库库打崩 很有必要 潮汐不能太肥 三分钟搞个标枪 绝必压潮汐 出的越早越容易 他得挪好 直接挪 能挪啊 他有亚伯顿可以挪的 他直接搞个魔棒出门 魔棒补刀斧 一组次数 反正他不用买普及的 有亚伯顿 次数三数只魔棒补刀斧 然后直接把标枪标出来 标配啊 吃树 补刀斧 魔棒 两树之一 先炒 然后三分钟裸个标枪 各对线 超好打 如果标枪出得早 真的超好打 4号位的话 我感觉他要补风情 他应该是补个5 那他老太佛就只能打5了 是的 他应该是补5 他老太佛 他老太佛是一个减甲牛呀 补5的话 他应该是补5 补那种 四王八条 四王 八条大树 四王好像不太 有点怕他们补冰龙 看了一下 冰龙有点恶心 没有大树了 没有大树了 冰龙有点恶心 好像是5号位夜魔 5号位 5号位 曹西 三号位 转了 曹西 曹西转了 那夜魔打上架 上架也是随便打呀 他可以出闪式了 他这样的话 往十里压压也可以 反正出闪式就你前级的战力要比 要强一点 这把反正不是闪式就是电锤 他不会出狂战的 这个夜魔补的还可以的 说实话 这把巨魔不用太刷了 埃及有点怕这夜魔 有点怕的 如果这夜魔肥起来他们埃及很难打 要早点逼给逼 巨魔就是要 行 相位闪式或者相位电锤直接补给你 打对面一定要找 这把扇丝好 这把肯定扇丝好 这把肯定扇丝好 实话 我看他补闪式可以的 这把 相位 扇丝比可比 打夜魔蓝猫 潮西这种扇丝都挺好用的 只要蓝猫这个点不是很肥 去干这个巨魔 这个巨魔 12分钟能做到闪式 应该是 只要蓝猫不给巨魔压力了 12分钟应该是可以做到 大会先补了个天鹰剑 先补个天鹰剑 毛毛剑 猎鹰杖热 我猎鹰 三个解说三个装备 你已经看了 我猎鹰是这样 这把肯定扇丝是这样 我猎鹰的 可以把肯定扇丝有点弱 可以把肯定不正弱 我猎鹰的肯定扇丝 那一定要给肯定扇丝 我猎鹰的肯定 这是拇丝 我猎鹰的肯定 我猎鹰的肯定是好事 是这俩的英雄 哦 那个道具还有一个说法叫多蓝箭 什么是多蓝箭 马甲 多蓝箭就是 就是那个装备很多蓝呀 你随便用蓝呀 哦 回蓝比较高 是这样 多蓝箭 不去蓝 没出过多蓝箭 你出过啥 多蓝箭 那个道具是多蓝箭 我忘记了 你这么看的队友不会生气吧 你这么看的队友不会生气吧 哥哥 一某的火猫 就是我就是我 一某的三个猫都是绝火 火猫 蓝猫 直猫 他这把蓝猫 就不好发挥 对面有个蓝在 只能说他挺自信的呀 这把靠那个 要靠夜魔制裁那个蓝 不然他 他这个蓝猫就不好发挥 剧魔好像看到一群人了 还好这个Luna呆啊 他好像不敢回头 他没学月光 他学月光 有一点机会 雅伯顿在边上 如果没雅伯顿是必死 雅伯顿在边上的话 剧魔有可能 能跑有可能会死 解的话月光 减速 那就不好死了呀 不一定 我只能说不一定看解的时机 因为他有月光的控制 潮汐的巨浪 再加饼干再加一魔的V 减速技有点多你知道吧 他应该是打个C 然后打V直接解掉呀 那巨浪如果没解掉的话 饼干倒还是要死 你会被饼干的 第二道月光也可以 可以等的 他有最低时间 白天的夜魔 T1 F3 F3 飞飞下路应该是无解飞 反倒演了Oli 他没注意 但是火猫会看到 他让火猫去吧 他要早点下去 他要早点下去 他自己应该是 有火猫去吧 他不想踢下去就是 他如果A了就要踢下去 第一波兵就会让对面太爽 没必要好吧 等下火猫去就完事了 白天那个眼 让他存在一会没事的 现在左右 我感觉左右 第一波兵尽量能不让他进塔 不要让他进塔 进塔有点难补 第一波兵 你不进塔的话就要开火套 开火套 说的是边路啊 刚刚巨魔就是兵进塔了 没补到 兵进塔了 他不好补 弹一下 弹到了 眼也被一模扶掉了 这个刀 第二波是蛮舒服的 全射 可以看他躲一下 哎 这狼猫7-3 完美 而且一模这个 4-0是有一个眼位的 这狼猫是比火猫厉害一点的 狼猫打火猫 5-5-6 狼猫是3-6 T1这个中单很 很怎么说呢 很稳定好吧 这个中单 这个比 三个刀防了两个 火猫只有3-0 我猫开局没打好 开局进塔了 手感不是特别适 哎呦这补刀 6-0 这狼猫完美只能说 他兵都没了 反捕不到 炸了直接 哎呦这狼猫确实很舒服 炸把你防掉 当路B线进塔 那这夜魔也蛮爽的 进塔了 这把IG不是特别妙 一某的瓶 终于被压制住了 这个下路B线也不太舒服 拉了一波大野 喷了一枪 拿不动 这个潮汐竟然不学剧了 酱油潮汐不学剧了 对啊为什么他酱油潮汐不学巨浪 这有他的 很腰 所以他压的地方呀 酱油潮汐学个巨浪 这波 拉他学个巨浪 拉死了 我跟你说 你学个壳是啥 点错了吗 学巨浪量威了 杜姆没有救他的能力 大药肯定要打穿吧 死死不掉 七个魔棒 没鞋呀他 他没鞋有点危险的 这个很腰的 不学巨浪 你三级肯定要学了 巨浪瞬间剪假 那是只有两点假的英雄 关键他是码 你知道吗 他这个毛鸡 没毛人 他很腰 我真的 可以送个魔棒 喜欢学壳 海洋外壳 我记得将人潮汐 壳都不学的 打的那种 潮汐前面 打的暴力一点 一般后面 六级前不学的 一般六级前一般不学的 就主一技能的 一般是 对面有个语称 可以学一级的 你三级可以点 你要学的话 现在巨浪可能要点 插个针眼 红大眼 巨浪来了 卡卡 一套下来就半了 就残了 不过浪有刺这一波 他有刺 有大药 吃个魔棒还有 这边露娜的血量是很低的 找机会可以动她一波 等个焦土 应该是 那这个兵线不太 不太能杀这个露娜 等她个兵线过来一点 哎 这这几个党部全被翻补了吧 我全被翻补了 这个潮汐看来 蛮喜欢正翻补的 找机会 诶 吃到了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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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血 有 一下 漂亮 卡卡拉的一血 那这样的话绿鞋就有了 直接绿鞋 下路也打起来了 下路看一下 喷一下 残上有吗 他那个兵线不对 他那个兵线不对 所以我说下路混的也挺好的 他这完全可以接受了 这白天夜魔有二十个刀 五分钟 晚上就更难受了 晚上难受的是巨魔了 好像 这种巨魔要买魂类了 好像 補了没有 呀呀呀魂类 補了个多蓝剑 不过他才杀几号 上路 潮汐和Luna也是 杀了一只人 補了个冰甲冠 那这样的话 A不动了 多姆是把线占完的 吃冰甲冠的话 以前冰甲冠更厉害呀 8年回家 蓝猫是回去补了一下 我感觉他应该会提鞭路 我看一下他 上路可以杀多姆 我觉得他肯定提鞭路 灌瓶灌瓶 灌瓶灌瓶 这是老搭档了 兄弟 两拨冰 两拨冰过来了 可以找找几块900血的 蓝猫 控服 六分 撕起来 出了 抢服 杀在下路了 输出不够 哎呦 祝福了 这个奥数 让蓝猫控了蓝猫好爽啊 他可以随时边路杀人啊 直接起飞了 哎末日有危险 口水饼干 还好有韩米盔甲 哎没看到 反杀 想反打 想反打 但是没空啊 你杀我杀不了呀 泡点血 泡点血 这个潮汐还是两几颗 这三个打 这个兄弟玩个酱油潮汐煮殼 真有他的 酱油煮殼 不怕被贬 主二几个潮汐是有点过分的 那个酱油潮汐 这太夭了 两个是 啥后也没有煮殼的玩法呀 所以他们不输谁输了 是不是 看这技能放的 一般能让我们吐槽就不太好 这个队 我感觉是这样的 主客不怕亮点 除非你打中 啊啊 蓝猫踢下了 这波奥处蓝猫的出击 菲菲有没有察觉到 他有6喔 菲菲 他有6喔 菲菲 他留了个点啊 留了个大招的加点 但是夜魔也6点 而且他扫描了一下 他感觉蓝猫不见 扫描了一下 报了应该是报了密 那个蓝猫也 啊阿苏 我报了 然后蓝猫中路miss 他就不出来 奥素miss肯定干事情 爆了个奥数戒指 蓝猫 不啦蓝猫 埃记直接上下两路都为所啊 只有中路3个人录头 8分钟应该会刷上,我感觉 上浮 上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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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两个徒弟的 什么意思啊,来冒爽刷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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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没必要飞下 一某 我感觉是要刷上的 6分钟刷得下 8分钟刷上很可能 网住了 再飞 杀回来一波 270 一某肯定会浪一下 闪手特色 刚好有各一的眼 一某打法和风格就是偏 偏浪的 有有有点和缺点的 激进派的那是 对的,激进派 逐路 逐路又是蓝猫一波 这蓝猫的节奏好的很 3-1 对线和节奏 多好呀 一某来了 十七点 一某在抢不打的框 一某有大 一某有大 三架 王 一某 一某来了 他也浪了 这个兄弟 给机会 一某机会给他大呀 一某的大招打出来了 一某的大招打出来了 那蓝猫可以啊 蓝猫可以啊 蓝猫 他这个塔下强杀满血的巨魔是有点过分的 不是,关键是有大呀 巨魔 你不可能把他控死呀 他以为巨魔没血了 这个机能镜片 剪到没啊 十两步 那就是蓝猫 又没那么舒服了 这某血台 我只能说这某血台 看上去不错哦 刚刚那个机能镜片是被A了嘛 一某其实在去的时候爆了个机能镜片 A不掉那个东西 那中立装备A不了吧 那那个机能镜片 让Luna和杜姆都没拿去哪了呀 丢家里了 要么是捡了 在家里在家里 Luna捡了丢回去 中立物品是A不掉的 只能捡 来那边阿西 有壳 不三即壳 看猫切入 瞄亮 炮子结一下 开始了 大顿吃的能输到到6期了 Olin有了Olin 卡位 卡 再一口水 死了 你别说这波他 壳还立功呢 好吧 哪个是这样的 对 他一即壳也一样的呀 应该放得出大吧 不可能放得出大吧 他杀害格胆呀 兄弟你看 不不 他放得出大就行了 他应该是放得出大呀 只要有一即壳就行 我感觉死掉了 那他会死 我意思是 下路 顾顾是白天没有大招 白天的夜魔没大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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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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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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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这蓝猫的节奏有点好 点个金 点个金还是得回的 这波直接顺时开悟来抓剧魔了 飞飞有察觉到吗 感觉到了飞飞 扫描有一个 扫到了 这个应该是打DM能想到 这个亚伯顿在这里死了 他们应该是要进三角军 然后上的线没人收 没人带了一局 这个应该是想得到的 这些队很谨慎 回家里呀 对 算谨慎 可能说这个操作不是特别难 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这个潮汐应该是要左跳吧 来 这边IG也开悟了 拉人跳到 动物也有跳 双跳 扫描扫到了 两边的扫描都扫得很准 这雷达 雷达 要出事 出大事了 这波团 这波团要打扫到 过日加大给潮汐 好吧 这波团就能打赢 这个多姆不给潮汐大 他不舍得 他感觉他是个5号 但是你先手 你不给他你要被他踩 就这么简单 不给他踩 你跳过去你就不好走了呀 你要么就不能动潮汐 动潮汐 一定要动物交大 肯定要动物交大的 肯定要动物交大的 对 你扬了就动物交大 你这个 这波打完有点炸 塞机的强势一波双跳 出击 开悟 别人反杀了 送了一波节奏 等于是送了一波节奏 主要是他们扫描少得好 他被雷达扫到了 对面有警惕性了 对 然后搞个潮汐的 他潮汐的刚那个位置 就有点像是破雾的 特意 就是故意卖的 潮汐是故意卖的 给你动我 你动我就出事 还是潮汐顶在前面 真的可以给个大 好吧 不给大肯定打不也 给大有的打 让他变废物呀 在洞姆的 第一时间就是 一个5号会不配吃我的大 就有这种概念 是的 他肯定想到 你5号会给你干嘛 我就给露来呀 或者蓝包 你动了这个潮汐 潮汐就没自己要查 好吧 没那么少 上路飞飞 危险了 又是个云 飞飞 冬姆踩一脚 飞飞还是要死 又急了就成功 被A死了 这把危险了 这种感觉就是末日点早了 导致中期没节奏 这个3号会成熟 我也感觉有点这种说法 末日点早了 没有用这英雄 上卡正受到攻击 天飞军团全 太偏刷了 还要跳刀 要BKB 这 这英雄也没有什么前期的防战能力 还可以好吗 这把潮汐作用很大好吧 潮汐作用很大 潮汐作用很大 但是那是相当大了 他酱油有A杖的话 在22分钟能有A杖 就作用很大 就像个3号位好吧 他能做到A杖 就像个3号位的 3号位也是远距离兔呀 一脚大呀 这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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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魔这个盒还是差点位的 这盒提不起那种颁盘的欲望 我感觉这种盒一旦练死 夜魔看到看视野看到男人了 那你跳走了 找酱油去了 这5号我也不杀了 搞了一半 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军魔被找到了 夜魔的大招事业 大招事业 现在这边团没有BKB完全没法接 是的呀 巨魔一定要BKB 他这个短时间做不出来 会持续被压着打 要等巨魔末日火猫3BKB 说白了巨魔只能打顺风局 等三个BKB往后期拖 看有没有机会 是吧 命运掌握在7万手中 他优势了 有夜魔的压制还是很难受的 还有蓝猫的压制 蓝猫夜魔的优势局 还是很厉害的 蓝猫也要BKB了 这要翻就得后期好吧 得末日刷新这种 要翻说实话这把要T1给机会 T1不给机会有点难翻 就看T1脸色呀 我感觉有点难翻 他们这个团队这个阵容 优势了有点有点好打 就是拿猫夜魔优势太厉害了 暂停了 都暂停了 那就是 那边暂停了吗 他们说都暂停了 好吓事的 网络难道是 市场全停了 贴纸是语音吧 应该是语音 外国外外 这次是语音软件被攻击了 所有人的语音软件都出问题了 炸了啊 哎 我这贴士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也用贴士 哦 我们也用过呀 打真山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有我们以前是用过 用过一两次好吧 我还有点印象好吧 打真山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后面才用的YY 以前都是我们也是用TS 后面我跟你们说我在CD的时候 我们当时接到了一个站住 那个站住就是YY 张鼠YY是站住我们CD的 当当时CD战队叫CD.YY好吧 后面YY一下就活了 但是没给多少钱给了5000块 以前老菜做视频饿了吗还找他打广告了你要知道 我也打过饿了吗 做什么视频 就他做的都他一样 那应该是也是饿了吗刚起来的时候啊 对刚起来的时候都很多就 现在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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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老菜是谁啊 一只大菜鸡 以前那些软件刚起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名气 也不用花太多钱打广告 也不用花太多钱打广告 赞助一下7000块 就造成了 没什么 好 我给你了 那时候饿了吗想给老菜原来生骨 老菜不要他要钱 哈哈哈哈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老蔡可能想这什么屌头想饿了吗 不可能啊 赶赶赶紧送给他呀 噢 哎现在饿了吗应该他妈的算巨头了啊 你不要说这个的话 当年斗鱼找我们谈合同 开的也是这样的条件呀 我没要呀 给给一点点是吧 真的呀我亲自去的武汉 大面了的眼光不够高啊眼光不够高 嗯 格局小了看的不够常人格局小了 他现在都好过年前了 得拖IG得拖现在展开防守形态了我感觉 找机会了找对面的失误 没BKB 他只能带线然后蹲着大哥反打烂 然后做好线也 把他们带上 对面的失误杀一两个人 然后把局势往后面打 是的 是的 火猫现在有BKB还是可以带点线的 火猫带线不会死 看看夜眼下塔 杰克斯 可以挺危险线红 就是要拖呀 现在IG是要拖下去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感觉那个T1会逼盾 他等一下会逼盾 给他们呀 这个时候打盾只能给呀 证明打不了 T1聪明点现在就可以去打了 T1可以明打 他等一个水晶剑吧 他等一个水晶剑 可以明打 等一个那个 潮汐只要有大 他们也不用等什么东西 IG接不住 他末日没BKB T1其实少就可以打了 他刚才这波可以打 但是他 他在等夜魔大招 我看错了 因为是白天夜魔没有大 他要等夜魔有大了的时候去打 而且这个LULA是想打水晶剑 要不就是他们想把线处理好 再去打盾 应该是打盾是好的 应该是他们的 IG管不了 管不住 IGBKB就是强势器 他一定要等巨魔有BKB 对魔太穷了 他就打不了 中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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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他們一下 溜他們一下 拖時間 這個盾是不是可以 拖到末日BKB了 他們要接了 兩個BKB IG有想法了 IG應該是不急 還要拖一下 你打盾我就接 你不打盾 我等巨魔刷我的BKB 他這個BKB 要是做出來打贏一波就好險了 所以說太拖了 他們打盾是打完了 末日沒BKB IG沒想法 末日有了BKB IG有想法 他提挖肯定是想我一點 我跟你說寶哥 他估計也是吃過虧的 打盾打太早 上次我也被噴了 我們打那個什麼那個賞金賽 那有可能 我們上地視角看得清楚一點 他們在當局者迷看得沒有那麼清楚 對當局者沒那麼清楚 沒有上地視角那麼 絕對的判斷 那一波是可以打的 他們之前有史有多大 對他那一波是可以打的 他就是想等著夜魔有大 然後錄了水晶劍什麼的 他覺得打得有點慢 就等著等著 對面也出裝備了 你確實更新的裝備 對面也在更新裝備 對面的三個關鍵裝備 有三個BGP 有三個BGP 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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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給 這麼大沒給 他沒給 他沒給 他一直沒給一直沒給 他也沒給Luna 還跳大 還跳大 還給曹西 還給了藍貓 被曹西踩了 給藍貓 飛飛危險了 飛飛 飛飛這個位置了 飛飛死了 飛飛管照死了 這個 末日真的 這個就是個空大 好吧 這個大 給的事不太妙 這 這就是個空大呀 覺得最差的情況下 藍恩上夜魔的時候 也跳過去把大給夜魔 他們為什麼沒把夜魔秒掉 是很奇怪的 說實話 沒跟輸出 把夜魔殺的會好一點 他們就是要先手秒一個大哥 秒這樣也沒用啊 得秒一個大哥 杜姆剛剛可以大到Luna 但他看Luna開了BKB 就取消 就取消 就沒大 差一手破 我感覺他跟耀表 可以秒那個夜魔 那個是不是夜魔 杜姆踩一腳是夠了 如果杜姆跟一腳踩啊 烈火刀 他沒踩啊 他去找那個老太婆 對對對 他跟一腳踩烈火刀 可以把夜魔殺 一下啊 給個大都行 不用給大 就踩一腳烈火刀 踩一腳烈火刀夠了 他有BKB 頂著BKB把夜魔強殺了 再殺其他的 對因為夜魔是空穴開了BKB 再殺其他的 IG有BKB了 紅貓很不想放 這部機會不錯 不錯不錯 很漂亮 這部打完直接空盾了 回去打盾 好強了 好強了好強了 太漂亮了 來機打的 DKB又好了 卡卡這個先手刺可以的 直接秒了 他把路拉給秒了 這部打完優勢 卡卡的先手打得很果斷 他很敢打 好幾波的先手 他不怕的 他 他上次 打夜魔也是直接跳進去一個牙 直接就跳刺了 我死了 我也要把這個控制打出來 玩難是要敢先手 真的 不要餵手餵腳 他就打得很果斷啊 這一波直接打回來了好嗎 卡卡的爛是上限很高的 再往後面打 杜姆就打路拉算 盯著他打 V厲害啊 IGV往後打V厲害的 好強了 這波好很多了 感覺甚至 別看人頭練 是很多 這個局面已經 主要是3BKB那一波 他們有3BKB就不難打 局勢有點小優 好吧 其實是T1的節奏慢了一點 T1的節奏慢了一點 他們打得有點 他們打得 他們一直在等 好吧 可能是TI 他們 太重要了 太有BKB 他們錯過了自己的強勢7 他那一波在等夜魔的大 等夜魔BKB 要等藍嗎 BKB 等著人的對面BKB了 他把自己強勢7錯過了 這一波T1急了 我看他是真的急了 開了一波5 他這波是急了 他是真急了 直接開大夜魔 我感覺就贏了 這一把就贏了 開大 找後面的來 跳走 這麼大了夜魔 大一下 夜魔跑 打死了 火貓再切了 再活 這邊切老太婆 切老太婆殺了 夜魔 一點都不虧 不虧不虧 夜魔也沒大了 還可以推塔 藍魔用了好多藍 塔可以推了呀 他急了呀 明顯急了 夜魔才贏了 飛機 海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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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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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要,這個露娜我感覺再死一次他們就沒了 這露娜只要死一次,T1就沒了 不敢往前面頂了 他必須零失誤,從現在開始 強強對抗就是沒抓住強勢7就容易被換 每個陣容都有每個陣容強勢7 T1的陣容強勢7就在前裝 曹西的大招在對面沒有BKB的時候踩是危機最大的 對面有BKB了他大招就不好踩 就是 所以一個隊伍的好指揮很關鍵好不好 一個準確的判斷的指揮 這個很難判斷的百分百正確 就算再牛逼的指揮也不可能每一波指揮都是對的 是的,再牛逼的指揮都會有事 牛逼的指揮在於你,錯了 就得自信,還是得自信 還得聲音大好吧 錯也得大整整他 但是摩托書會有風險的呀 都是有風險的呀 錯了還得打 好吧,牛逼的指揮在於 要敢打主要是啊 要敢打 一個隊如果有指揮 他不管對錯,你先聽了再說 你不能分歧 分歧不對,分歧就有問題 聽一個人的聲音就不會錯的太離譜 只能這麼說好了 你要打電視 你竟然讓他指揮 你竟然讓他指揮 你可能就是帶著信任的呀 你不信任他你不會讓他指揮呀 你不信任打完後,你媽B啊 你這麼指揮的是什麼呀 你這也敢衝 晒後再說呀這種情況 一個隊伍還是要有兩到三個人 最要是看時間 誒,這邊 火貓有BKB,什麼情況 BKB你也敢惹 他也交了個BKB 胖母 Occup 每次喜歡動火貓 下路還有個雙倍 兩個B去打個BKB出來 把命給打進去 是的 其實T1的陣容有點看不懂 BKB這個道具 他們的硬孔 沒有什麼硬孔 欸 他們沒有物理輸出 蕉蕉,蕉掉蕉掉 蓝猫还在干嘛?蓝猫 蓝猫只能溜了 这是犹子弄的 他们看不懂BKB的呀 他们这些,夜魔技能,老太婆什么 这把露拉有点被莱恩给关了 卡卡打的有点果断 变消了直接开拆 DKB都没快出来就直接被秒了 Luna能买活这一波 2比0是活就等不了装备了 2比0是三分吧兄弟们 两分吧 真的拿三分 那1比1是一人拿一分是吧 应该是一把一分吧 感觉合理一点啊 一把一分合理 一把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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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 一比一就是一人一分 那2比0很关键啊 每一把都很关键 这个赛子 2比1也是两分 这是BOR BOR怎么2比1啊 BOR2 搞热度我平时了 BOR3的话那要打到早上6点了 我以为BOR3后照可以打到10 BOR3可以打到明天早上了 他这个时候开的话 BOR2的 留了个亚伯顿 50位可以 BOR3可以打到明天中午啊 哎呦好爽 最把翻的好爽 我直播间有一些 有一些 喷子他妈真的很晦气 你们知道吗 这才打到十几分钟 就有你妈一些B在刷 哎刁哥刁哥 你怎么看哪边哪边输啊 他妈的爱情还没输呢 就这里说说说东说西的 好鸡巴晦气 当时我就忍不了想喷他了 而且 就他妈看了一场 第2场还没看完 因为今天推出了 真的晦气 叶眼正在扫描里面 一共几个BOR2吗 五个吗 五个 总共五个BOR2 啊 最后一场 十一点开上面写的 应该不止好吧 今天是几点的开打 今天不就要打到六三四点呀 期望这是三点是要的 三点是要的 对吧 这个不重要 达到几点就开到几点啊 不重要 TI 应该 多来一点 多久一点也没关系 一某还是比对面那个兄弟稳 稳一点稍微 兄弟 你在说说蓝猫啊 啊 你说蓝猫十干二啊 他他他前面 练死的时候 我看他经济跟蓝猫是一样的 就前面很烈的时候 数据还蛮华丽的 想想dc老师会怎么说 dc老师会这么说 我感觉 但是他他那那次送的就有点离谱呀 那次杀巨魔的时候 那那种是我干出来的事情 他能干出来了 算了我不能贬低自己 刚说了的 回复等个盾 等个盾啊 哇 这个盾刷得早啊 20秒 我学一下 dc老师应该会说 这就等于什么 这就等于你刚进医院躺在病床上 然后就有人给你来哭伤了 还不是什么大病 啊 dc老师应该会这么说 哦开悟了 两边都开悟 盾刷了 来一个tc 开大 怎么说 无头苍蝇 啊 没说法 光一遍 放一下 侦察机好吗 侦察一下 卡卡有盘子啊 那卡卡好难死啊 还可以 啊他也推推啊 保命道具很多 卡卡的烂就是这三件套 跳刀推这 哎 派出来了 一个羊一个刺 能秒吗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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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难了 这波BKB都捏在手上的 都捏在手上的 叶魔大要没了 叶魔大要没了 叶魔大消了之后 空阿代入三好吧 消了叶魔大 这个巨浪好能喷啊 喷五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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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KB了开打 留人 不管了不管了 快干 但潮汐很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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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 哦 黑空盾吗 一魔能买 潮汐能买 他们感觉T1要买活 打这一波了 应该是要接这个盾团 对 他要接的 一魔买活就撤吧 买活忍一下忍一下 他们肯定是要接了 这个盾他们复不了 踩眼了 踩眼了 但是一魔也能买啊 踩眼了 踩眼了 卫操 这爆发 直接秒掉两个 两个买活也没用啊 大哥死了 没输出了 赢了赢了 卡之乎这个 先手也太果断了 卡之乎 他这个增加炎 又把弓打关了 你妈的绝终是 你绝对是有事 对面救不了Lula呀 他只要杨Lula 两把都是直接选雷尔 前两手 救雷尔 别小歪 雷尔是比小歪要厉害我看 什么样子 男人独立了 他Lan是上限很高 我感觉他Lan是上限特别高的 他适合打这种线手感觉 冠军男和你闹了 别的Lan他也打的还可以 但是他他们的Lan没有他敢敢那个线手没那么敢 好吧 他很果断好吧 所以我说这个狼猫顶着卡卡的 Lan点了一个狼猫 感觉挺自信的 他这把玩的还可以 12 11 你怎么猜你对我不会生气吧 哥哥 哎呦 一某开始了 开始了 你怎么猜你对我不会生气 这个说的是谁呢 想一想 酷酷 谁人呀 发给对面的呀 自己凌悟啊 自己悟 代号入座啊 酷酷 不是针对一个啊 说的是在场所有 在场的所有人啊 这把Luna打的也一般不喜欢 他的团 团战就没 就没舒服过 他被关了好像 他被标记了 当你被标记的时候 这个时候 Luna碰到一个这种先手 Lan和桌布 是有点烦的 很依赖队友 打不了呀 你们见面就这个样 他们这一把 Luna 你竞技不领先就打不了 哎 再发一个 发一个轮盘 发一个轮盘 他刷新都直接用了 他就把大刀刷出来呀 反正我要有大 下一波团战还有一个大 他刚刚是刷猎虎刀和那个战争践踏的 直接把猎虎刀和战争践踏的 直接把猎虎刀和战争践踏的 他打太久了 140秒直接刷了 对方刚好就 刷新球用了 再带一个大刀过来给你打 大刀不必须 买回我就给你打 没了呀 不能买 不能买 没了 Luna Luna完全没输出 他打个盘子呀 狗狐 也没输出 输出不知道在 分炉模式 分炉 拆 带盾就拆 打有护管 打手 上楼还有个饼 还有个饼 拆 输了还没有护 打猫 切一下 加飞猫 没用啊 来动我给不给动我 你给吧 没必要 但是没必要 超西踩三个 开机大招 反吸 瞬间吸回来 哭哭也得死 按0 恭喜IG 这把肯定是拿下了 开门红 开门红 很舒服 那个盾一打就 已经差不多了呀 那个盾一打 这一场还是 有点 惊险的 你第一轮拿个 阿比 你的话 对于你之后进胜者组 就 很舒服呀 他是前世进胜者组 来 推一下 他那个烈士要是打一击的话 就有点难 好吧 他那个烈士前面 诶 这个LUNA被冰箱黏住了 哇 老练多了好不好 GG 查队那边还得倒 诶 倒完了 还被翻了查队